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没有不法的话 余政宪说出来的话也没有人会相信啊 那就是因为检调有查到有一些不法的事证 所以余政宪的供词对检调来说就相对的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贬家所有的人 尤其是夫人 真的应该好好的面对司法 不要再说谎 不要再玩弄民进党同志的感情 其实目前为止呢 邱益盈会不会是跟贬家切割的最彻底最完整的一个人 就是说夫人不要再说谎 贬家所有的人呢 应该要把事情讲清楚 要跟民进党所以真抱歉 惠文 所以我们知道阿贬前总统现在是在外面爬爬罩 所以没有爬爬罩是到贬半上班 但是今天传出这样的消息 我早上看报纸我是蛮讶异的 这边有点隔空喊话的味道 说余政宪 浩戴 你可以翻供了 对对对 我第一天同学说你怎么会有人转述这样的话呢 因为昨天有很多人就立刻赶到扁半去朝圣 那出来包括柯建民他们都是转述的 所以昨天阿扁并没有面对镜头对着麦克风讲话 都是经过转述的 到底有没有 我特别请周湛春审判长 你要重视这个新闻 你这句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在这个案子里面 到底余政宪跟吴淑貞的这个关联性 它的对价关系 有没有牵连 这很复杂的 可是如果你这样讲说 你拐两天而已 拐两天你就当不住 你就都说出来的话 你第一个 这个是对镜人来讲 因为余政宪它是 简单官是建议重新的这个量刑 如果你这样讲到余政宪 会不会被你们有异样的眼光 是不是觉得我是要备啊 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忠心 我觉得这个会影响证人的供词 我比较应该讲说是污点证人的供词 会影响到 我觉得这个很夸张 如果照邱一银这样讲 是说吴淑貞 到底吴淑貞是主动还被动 我认为从检察官的起诉书来看是 吴淑貞要求余政宪去配合 因为余政宪交代他的所教说 我们这件没要收钱 那当然观众朋友不能解读说 这件没收钱 表示每件要收钱 不能这样解释 你说我们这是不收钱的 那检察官叫他说也没有发现 余政宪有在这个案子里面 获得任何不法的利益都没有 台北地研署差了一年多 然后最后起诉这个案子 我觉得基本上 我认为余政宪不应该被 受到心里有压力 因为我简单的结论是这样子 将来在法庭 这是要交互结论的 先不过 你说这话先不过 到时候一般两变眼会更难看 其实邱怡刚才讲话当中 有一个重点是说 检调单位应该是掌握了不法的市政 不然余政宪是不会这样子 所以要这个吴淑珍不要再说谎了 要给大家一个这个交代 这是邱怡营第一个讲 第二个邱怡营并没有帮余政宪抱怨说 是压人取贡 他是被积压 被刑求 所以才讲出这些 反而是跟贬家说 你们就不要再把压力给我们 我打关系一下 邱怡营那时候余政宪被压 他不是去看F1吗 结果在机场被弄了 他还call in进来 call in进来 把他们臭骂一顿 我们那时候也是认为说 没有 余政宪假如说没有 没有什么市政 检方也不敢压他 毕竟是前内政部长 也是知名人士 邱怡营不是骂得要命吗 余政宪只不过是想过点好日子 生活过得比较好 只喜欢吃喝玩乐 看个F1 然后你们就把他压起来 你们这个不是要压的人取贡吗 好待好待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这样 但是我今天对邱怡营的讲话 我是觉得还可以啦 基于他对余政宪的交情 跳出来这么讲 为了挺余政宪 挺余政宪 这个是我的个性啊 我对朋友也是这样挺啊 蛮好的 你说邱怡营跟你个性很像 对 邱怡营很像啊 他手里手里胡书贞 我觉得蛮好的 而且他讲一句话讲得最好 就是说 大家都不懂 我们分到牢狱之灾 这个爆虚啦 这有个过程啦 就是余政宪他被放出来之后 他有找了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 他也找了一些他相熟的媒体人 然后他跟他们陈述说 他所了解的一个过程 他最不能够忍受就是说 为什么他在他关进去的时候 那他听说这个吴淑貞 都把所有的这个罪责都推给他 说当初就是因为余政宪 自己想这个做这个事情 所以余政宪非常痛苦 而且非常难过 他说 意思说他跟这个吴淑貞 交情这么好 那他对陈水扁跟吴淑貞 又这么了解 他万万没想到说 吴淑貞会这样讲 他说明明就是有个过程 是你吴淑貞把我叫进去的 而且你还跟我讲说 这是陈水扁 他有这个意思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压力 让他说 他不得不把那个评审委员的名单 交出来 那他有陈述这个过程 然后后来那个 跟他见面的那个媒体人 就骂他说 你到现在你还搞不清楚 你还认不清楚 你还痛苦 他说他们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机会 我就点名这个邱毅盈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邱毅盈跟余政宪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 一兄一妹的那种交情 那再加上他前面 大家可能看到那个邱毅盈 他是非常挺扁的 在那个陈水扁要被收押之前 不是在那个特征组前面 有一个台子他开记者会的时候 其实邱毅盈 他们那时候也都在 可是呢 后来这个余政宪出来 我想必啦 他也一样的 有告诉邱毅盈一些事情 以及对这个扁家人 这整个过程的一个了解 所以邱毅盈现在是很简单 他也不是说要跟扁切割 他其实就很明显 就站在余政宪这个 他相信余政宪的一个说辞 所以他就因为受到余政宪的 这个第一手的这个传播的一个影响 所以他就相对的看这个 扁家的这些洗钱案 他尤其是南港展览馆这个案子 他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所以今天才会对着媒体这样讲 那你说陈水扁找这些民进党的立委去 有没有提到余政宪三个字 我相信是有的 为什么我相信是有的 因为各报都像发通稿一样 写的文章都一样 而且都有提到 陈水扁那时候提到余政宪 关了两天就怎么样就停了 然后手就这样比了一下 好像说就受不了了等等 所以我相信他是有提到余政宪的 那大家会想说 那李俊逸也同样在那个场合里面 为什么他出来说没有提到名字 那我觉得就要问李俊逸了 到底有没有 其实李俊逸也不是说没有提到名字 他是说没有特别提到余政宪 所以提到的人可能很多 关两天就糟了 有的关五天 有的关六天 可能通通都糟了 余政宪 这个吴时勇真的很差 很差劲 吴时勇的讲法是什么 余政宪跑去跟他研究 这个南港展展馆 他还给他建议 然后你要去挑个好一点的 是不是 吴时勇当初就讲 怎么讲啊 余政宪来看我 然后主动跟我谈 然后我 吴时勇还很 大公无私 你就要找一件较好的 结果现在果然不是这样子嘛 是你要人家去做这种事 你现在通通赖给余政宪 所以我认为光群那种 余政宪的伤心 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也本来也希望 马永成把国务寄照费 都顶下来 所以马永成也有 这个关了几天就糟的问题 陈正慧也有 林德逊也有 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说呢 不是只有说余政宪 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以相信 我们听听看李俊逸 昨天是怎么转述的 他也去见了陈水扁 没有特别提到谁 那我是觉得说 总统他只是在表示 说在那边是很痛苦 很痛苦的啦 那说有没有提到余政宪 邱毅人等等 没有啦 没有提到这些人 他不是还有一个手势 他觉得说 这不懂 两天就把什么事都讲出来了 有这个手势 我没有特别注意到 那他有提到余政宪吗 没有特别提到 所以他有提到一两天就糟了 他有提到一两天就糟了 对对 他说一般人 在那边大概一两天 大概就什么都糟了 什么都投降了 所以他不是在讲余政宪 很多人都受到积压嘛 所以我们也不方便 再去追问谁啦 很多人都受到积压 一两天都糟了 其实还原那个现场 李俊逸转述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没有特别点名余政宪 所以包括马永诚 包括陈正惠 包括林德逊 这些人可能通通有份 还有那个李介慕 就是他一手提拔的 主科管理局局长 可能也有份 宇齐 当然啦 关了 人家都没有被关过 你陈正宪 后面二十二年就被关过 你比较有经验啦 所以说你的抗压性比他们强啦 那余政宪这个案情 我给他仔细研究过 他在交付这个名单的时候 他有撂下一句话 这个是吴淑贞夫人啦 私人交办事项 等于说我情义相挺 我违背职务做这些动作呢 是因为你的请托 我才给你 以我们办案子眼光来讲的话 第一个 只要你无数真意 这些 不管你控制的账户 或是谁 你有拿到钱 第一个 第二个 你有跟他们瞧 跟他们谈这些事情的过程 这个案子就已经成立了 不要在那边东掰西掰的 至于说那个谁啊 一阵线的部分呢 我想将来在法庭上会做个 大家会有一个交付结果 他会翻供吗 翻供是不太可能啦 这时候他关两天就糟了 其实是因为太痛苦了 所以他随便糟 因为他的事情我们 我常常一直讲 办案子我们注重恶性 他的恶性在比较里面来讲 是最轻的一个 我觉得吴淑贞 不管是陈水扁 他这个余震贞 因为再怎么样 也是因为你而被关吧 是不是 他也没有坐过牢嘛 所以说你还讲这个风凉话 这个说不过去了 另外至于那个邱玉瑩 他个人情谊相挺 那是你个人的说法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是社会上的公众人物 你前面讲的 后面讲的 通通都有记录 都要互相检验的 所以这个案子 刚刚也讨论到 可能将来很多 面临很多的这些证人 这些证人 也要面临这个问题 陈水扁今天讲这些话 干什么呢 我是觉得也是在企图影响 这些证人的证词 郁琦刚刚提 就说你们现在可以用一个理由 叫做说因为我不耐关 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这样讲 不 玉琦刚刚有提到一点 说陈水扁 20几年前被关过 所以他比较有经验 抗压性比较强 这当然是原因之一 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 你陈水扁是你自己的事嘛 钱都是你自己A的 你当然要抗压 我们帮你 大家都没有收到钱 你又把证人通通推给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为你关 为什么要抗压 我跟你讲 这些人已经够笨了 被压了才讲出来 已经够笨了 因为那时候应该想说 既然找到我了 我就坦白讲 也不必被压 就跟郑申池一样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通通讲完就没事 不必进餐搜索 郑申池坦白说 没有讲过这句话 没有说 没有讲过说 我等这一天很久 不过我们看到 这个邱义盈为了挺于正线 他可以算是民营党里头 要贬加认罪最明确的一个人 就是说你们不要再说谎了 如果不是被检调 查到具体试证的话 于正线是不会这样讲的 他帮于正线讲话 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 算不算是民营党里头 切割的最完整最明确的 吴大哥 邱义盈小姐以前讲的话 有些事我不同意 但我是指今天你刚刚那一段 邱小姐讲得非常好 我完全同意 讲得非常好 我也不认为是要 朋友力挺于正线而已 以他陈水扁的关系 陈水扁他提名他中平会主委 事实上关系更深 我导希望 我导主观期望说 他是说出事实 说出很多民进党不愿意讲的 先不要扯于正线的感情 这说出事实了嘛 我觉得他希望吴淑珍出来认罪 到法院去讲 我觉得邱小姐讲得很好 如果他没有看 拜托他朋友 让他传递一下 说好就要 我们就要肯定 应该肯定他 这是个是非问题 你看连李秀联昨天也讲了 要道歉 要面对法庭 因为起诉书出来 巨细迷遗 大家心里有数 今天还有一句挺他 但大家头脑清楚 看起诉书 除非他是文盲 对不对 文盲听他讲也听得懂 对不对 那阿扁 阿扁讲余正线 我说比较 叫五十步笑百步 好余正线撑两天 陈水扁要接他那天 就说老师他给我打 他送台大医院 对不对 到底谁打谁 他老师他给我打 然后再次 两天就送板桥 鼠立医院 他躺了躺几天 像我动逃 我倒觉得余正线比他动逃 至少余正线不会说 划警打我 不会说送鼠立医院 对不对 比起来 我这敬玉兄 为了选台南县长 越来越像政客 这种话少讲 这样会害你自己 形象都不好了 不要选县长 就把自己的形象毁掉了 这里面整个是这样 主犯重犯是谁 主客不要异味 随时主犯随时重犯 大家很清楚 最根本就是 陈师妹 吴淑貞 陈志忠 黄瑞健 四个主犯 就现在主犯 煮饭啦 主犯都没事情 结果其他的主菜有事情 主菜有事情 没道理嘛 所以当然不甘愿 不平之名 我举个例子就好了 你看叶胜茂 邱一仁 还关在里面 还被激压在里面 余正线再怎么样 他没拿钱吧 保释金也100万 关四十三天 我说这个比较 这人就是心里就不平衡 心里不平衡 有他的朋友 听他讲话 不管是友情也罢 或思维也罢 讲得很好 我哪希望 邱一仁小姐 你延续这个基调 该说就说 这没有什么朋友 把是非对错讲出来 你过去讲什么不重要 你现在怎么这样讲 还会得到 像我们会很多人肯定 其实以邱一仁跟余正线的交情 我们也可以认为说 余正线现在的想法还是这样 并不是觉得说我是因为被关了两天 所以我通通都糟了 我是乱咬一通 他如果邱一仁这样出来 帮他打抱不平的话 余正线的心情应该是一样 我们来听一下邱一仁怎么转述 余正线对整个事情 他的想法 我对余正线的了解 他一直觉得 他被牵扯到这个案子 其实非常的冤枉 如果不是因为 吴淑珍夫人的施压 他也不会去铤而走险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 甚至他还开玩笑的说 每一个人都分道钱了 就他分道的是牢狱之灾 分道的东西不太好 这个主審我要先讲一下 就是说余正线后来 被裁定100万交保 是周战村审判长的裁定 那我发现有部分的媒体 他弄错了 就是那时候邱一仁打电话 来跟你更正说 那本来要上飞机了 那刚刚把他拦下来 后来台北地院裁定 余正线收押的时候 并没有用逃亡之余 他是用勾算跟五年以上 所以请大家不要再以而传而 我说实在话 这一次的这个新闻 那我自己评论我做错 我必须承认 那我觉得电视新闻 做错的那个比例 实在高得有点离谱 我不离题 余正线他当内政部长 谁栽培的 当然是阿扁跟阿珍 他内政部长干了好几年 然后下来去台唐干董事长 谁栽培的 那当然还是阿扁跟阿珍 所以余正线 我这边推销一下 我自己讲的这个普查的概念 余正线干部长那些 经手的大的案子 通通查 有疑就有二 无三不成理 他干台唐董事长任内 所有卖土地 租土地的 通通都有问题 通通都要查 这样公不公平 公平 对余正线很公平 我跟大家讲 你注意看那个起诉书 在这个北柬的起诉书 不是特殊组的起诉书 余正线他们 他把名单泄露出去之后 这郭全庆 就赶快去找评审委员 什么什么 平教授 刘教授赶快找 对不对 结果有些教授 有另外一家厂商也来找 他还在做警察 你那是为了抬高价嘛 跟他说别人也来找 不不不不 真的有别的厂商 因为总共其他厂商在竞标嘛 所以也来拜托说 拜托 帮我们提示一下 我们这个怎么怎么 表示什么 我要问余正线 你名单只泄露给蔡明哲吗 你名单只给郭全庆吗 你认识吴书正那么久 你只还这一件人情债吗 你跟我来这一头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这个是余正线 他之前的这个 他做的笔录的时间 从他被收押 10月15被收押 然后后来21号借题 北柬10月24 11月5号 11月12号 都有讯问 都有借题讯问 请问这个这些 余正线的这些时间点 是不是都在他收押之后 被讯问 他前面有约谈过两次啊 对啊 就敌死不从嘛 就前面两次 可能是敌死不从 目前研判起来就是 因为他的供述在旁边嘛 就是说他开始咬出吴淑珍 咬出蔡明哲的时候 时间点 都是收押之后 都是收押之后 那我必须讲 其他的被告的情形是雷同的 包括陈正会 包括林德勋 包括肖马 他们都是 所以你同意压人取供 不是 我是要告诉观众朋友 这个时间点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 因为你仔细看这个 去判断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讲的嘛 你什么时候心路历程有转折嘛 很明显都是在收押之后 那我比如说啦 如果陈水扁现在还在压的话 你说他心路历程可能也会转变 余正线的心路历程也不一样 那现在这个余正线遇到这样 我问你啦 如果有人放这个话出来说 你两天就没头发 你如果是余正线 你心里怎么想 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出来是说 对啊 我就是被压破的 我就是没头发 对 我有清才公公的 不是 我的意思说 如果陈水扁现在还在压的话 余正线会马上遇到这个问题吗 不会啊 他就不会有这个困扰 目前 至少目前不会 这个会不会就是 岳芳如所说的 最特别特别特别的 创政方法 的证人 其实我相信余正线 他出来以后 他并不会改掉他的公词的 那邱映盈今天这个版本 就是余正线 他的版本 其实说实都是一模一样 据我了解 但是我想问这个邱映盈小姐 邱映盈委员 你只是针对南港展览馆 一个案子有意见吗 夫人要说清楚吗 他只挺余正线而已啊 你因为余正线的这个 友情的关系 你针对这个南港展览馆 你认为夫人 对了余正线施压 所以他需要道歉 那我们目前没有看到 邱映盈针对 洗钱案啊 扁家也洗成这个样子啊 我们是呼唤这个 挺李建復的出来 挺马永诚的出来 挺林郑晨的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邱映盈他认为说 这个扁家 包括吴淑珍 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应该全案 包括龙潭构定案 他应该有见解啊 认为说 作为两任总统 还有他的夫人 不应该干政 不应该收刮财务到这种地步 应该是这样 而不是针对一个案子 第一个 第二个 吴淑珍跟陈水扁 他们有没有抱怨过其他人 吴淑珍抱怨最多 记不记得他抱怨蔡佳人 有人乱咬 他讲一个有人乱咬 那针对那个马永成 其实他也很多抱怨 而且林德逊跟马永成 在被收押之前 他们就叫马永成跟林德逊 尤其是马永成 说你该单啊 可是事实上这两个人 在国务接待会审理 在陈瑞伦的手上的时候 两个就认啊 这个提出书里面 说得很清楚啊 这个林德逊在 特征组问讯的时候 他有讲到说 我单了多少张发票了 他也单了 该造假的也造假了 后来在里面才说清楚 我认为啦 当然就是说 大家关进去是有压力的 所以该讲就讲 你拿陈正慧来做比喻 他刚开始 第一时间就丢给他 正人保护法 那时候他是不松口的 到最后他才接受 那其他人也是一样 所以我认为 连武警帽 你自己的哥哥 你出来都跟社会大众 道歉三次 而且说再从来 不会再帮他的妹妹 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 你包括民进党这些 球衣营在内这些人 你们看到这些人 连他自己的哥哥 都押进去之后出来 对吴淑珍 对陈水扁都有清楚的认识了 那你们这些人还要再挺陈水扁吗 所以应该整个逻辑应该是这样 除了邱逸颖 邱逸颖我今天也给他出个考题啦 我再重新问你一次 你只挺余胜县的南港案 你只要吴淑珍 针对这个部分道歉吗 讲得好 真的讲得好 我跟你讲 现在其实连办案的人 都觉得吴淑珍 真的是很 比哀 比哀 你知道 通通叛叛 通通叛叛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认为说 你是我栽培的 你的头头是我的好力的 陈正会的 马永成 你们这些人 不要说关两天 你关二十年 你就要都不能要我 都要停下去 都要停下去啊 我陈水扁都停不下去 你就为什么停不下去 这个如果在 用黑帮来讲的话 小弟如果这样停的话 大哥要对他们很照顾 要很照顾 而且现在要分 才叫人家停 你不能说 每天你吃好的上酒店 小弟吃洋春面 出了事叫人家去扛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吴淑珍 陈水扁他们这一家人 真的是 就是在白道让人家看不起 在黑道让人家更看不起 就不懂江湖规矩啊 一点规矩都没有 不是江湖规矩 什么规矩都没有啦 我们先接下call in